還有一個人讓妳覺得 跟媽媽之間是有連結的 對 我有一個繼父 就是這個事情很離奇 我媽真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 在我國二那一年 我母親節那天 我印象非常地深刻 我媽就帶了一個男人回來 我看起來年紀很大 就是她就說 我剛跟她結婚了認識一下 我整個就傻眼 她滿霹靂的 對 我就想說 那妳要再婚妳好歹 就是之前可能會帶我出去 吃個飯幹嘛認識一下 都沒有 她那天就直接把男人 帶回來說我剛跟她結婚了 認識一下 好 人生很難面對的煎熬 就是親人的離開 我想問這個施老師 爸媽這麼快離開 他們走後你的心裡頭 空了滿久的 其實很空 因為在他們走之前 我媽媽已經不做飯了 所以我每天五點半 一定打電話叫Uber Eats 送東西給他們吃 那每次都會看說 Uber Eats不是有路線圖嗎 是不是到了我們家 因為我媽媽其實 行動也不太方便 我要確定她是不是 我媽可能讓她 她上三樓 有沒有確定有拿到東西 有拿到東西就放心 雖然遠端操控 那你知道我愛看電影 看電影要關機 所以我每次一看完電影 馬上出來看看爸爸媽媽 有沒有打電話來 然後我那個時候 每天晚上十點鐘 我媽媽要就寢之前 我一定要跟她通個電話 從她的語氣就知道她今天 過得好不好 或者是不是身體是滿不錯的 講到後來 每天要跟媽媽打一通電 其實不容易 講到後來是沒有話題的 你知道嗎 而且很怕打電話 發覺她的今天元氣不好 就很擔心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他們走了之後 有一天就看電影 看完電影突然發覺 我不用再看手機了 然後我五點半也不用再 每天就準時的叫Uber 整個人就空掉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當你生活 一直聚焦在他們身上的時候 有一天不再需要聚焦 而且你知道是 二十三天之後 就不需要再聚焦了 然後整個人就空掉 然後那個時候 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會去看他們 那他們往生的 第一個禮拜六 睡醒九點鐘 今天不用去看了 因為不用看了 所以你說 有放下 慢慢就放下了 但是一開始是很難接受的 張景你媽媽過世很久 但你到現在都覺得 媽媽在保護你 有耶 因為其實爸爸還在世 就是他M的時候 我們要常 就是開車往返花蓮跟台東 因為台東醫療資源不好 所以我們大概就只能 就是來回開六小時的車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在回程的路上 想說就請爸爸開車這樣 然後我其實從小就是有一些敏感體質 所以我一坐上副駕駛組的時候 我就聽到一個聲音告訴我說 你要吸安全帶 不然等一下車禍會很痛 對 然後 我常常講這個講得太具體了吧 非常具體 然後那個聲音很快 就是大概就是一秒鐘而已這樣 然後是個很溫柔的女生的聲音 然後後來我想說 那這樣還是吸一下好了 然後結果後來之後 再會有事情 路邊停 沒辦法 因為因為已經是從花蓮 就是回來到一半了 那後來確實就是還發生了 還蠻嚴重的車禍 對 而且其實他這邊 一邊是山壁 另外一邊是懸崖 那就真的很幸運 因為那天是下雨天 然後閃避 閃避就是車子 那就也是真的很幸運 是往山壁這邊的 就是並沒有往懸崖的那邊去 對 然後所以後續 我就可能就是問了一些宮廟 或者是我身邊的通寧老師 然後甚至是我自己去感應 然後都得到一樣的答案 就是說是媽媽在保護我們 對 然後當下聽了 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大概經過了二十年了 然後就會覺得說 其實愛這個東西跟空氣一樣 就算我們看不到 但是它確實存在 那個愛跟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對 就是媽媽一直都在 在另外一個地方而已 Felix你整理完媽媽的遺物 你赫然發現親戚朋友沒了 為什麼 親戚全部都沒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我是單親家庭 是跟媽媽生活 所以我從小的親戚 就只有母系的 就是舅舅阿姨這些人 那剛剛提到那個招小偷的房子 就是我媽搬出去之後 我媽就把那個 我們自有的那個公寓給賣掉了 那我媽媽非常相信 她的弟弟就是小舅 小舅是家裡 唯有博師學位的人 所以媽媽就很相信她 當時她住在美國 所以媽媽就把房子賣掉的錢 可能整筆就匯到美國去請小舅 幫她開一個美國的帳戶存起來 那當時媽媽以為她開的是 Joint Account 就是聯合帳戶 殊不知我小舅開的其實是POA 就是 Power of Attorney 就是她可以就是全權授權 她去做使用的 所以媽媽當時一過世之後 我就有聯絡小舅 因為我對媽媽的財務狀況不清楚 因為我就得報稅嘛 去處理那件事情 問了小舅當時她避而不談 她說她會去處理 所以就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就可能幾百萬都在她那兒 結果我後來一直 不是把她所有東西都搬回我家整理嗎 有很多大量的文件 我就一一梳理 然後某一天我就是大概兩年 我媽過世兩年多之後 將近三年的時候 我整理到一張銀行的匯款單 就原來是當時我媽媽 把錢匯過去的那張單子 而且那天當天就是那個定存到期日 對 所以我就想說 這可能是我媽在提醒我 如果她有一筆錢在小舅 那我必須去追究一下 不然我本來就不想理這件事情了 後來我就跟我弟弟講 那因為我弟弟是從小被生父 帶到美國去長大的 就是類似ABC 他英文非常好 所以我就請弟弟 去聯絡美國的銀行 就問說這筆錢 因為已經有水單的賬號 結果銀行就說 因為這個是除非你現場 你本人過去 然後並且你要證明 你跟這個開戶者 就是我媽媽的關係 然後帶上死亡證明書 否則我拒絕透露任何的細節給你 所以就是完全不能怎麼樣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透過一些 就是美國有一些徵信的網站 你可能大概付六十塊美金 你就可以查到地方的個資 所以後來 你好會找東西喔 後來我弟弟就循現 然後就打電話過去 就是打電話給我小舅 我小舅一聽到電話就嚇傻 就說你們怎麼可以找得到我這樣子 對 然後我弟弟就問他錢 到底是怎麼了這樣子 其實我們並沒有想說要拿回來 只是想說現在是什麼狀況 為什麼都失聯這樣子 結果隔天他就 我小舅在很驚嚇的狀況之下 掛了電話 結果隔天我弟弟再打去 就是人去樓空 就不見了 然後當時我弟弟打電話去 就是銀行就說 這錢已經通過都被領光了 天啊 對 世界上真的有壞人對不對 對 然後就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就是包括不只是小舅 連大舅阿姨全部都消失了 為什麼大舅阿姨也消失 我也不懂 他們可能有某種聯繫不清楚 反正總之我媽過世之後 沒有任何人去我媽的鄰骨塔看過 就是沒有人知道我媽在哪 因為他們都不在乎 所以等於我所有母系的親戚 全部都消失了 家人沒了 但是還有一個人 讓妳覺得跟媽媽之間 是有連結的 對 我有一個繼父 就是這個事情也很離奇 我媽真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 在我國二那一年 我母親節那天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媽就帶了一個男人回來 我看起來年紀很大 就是他就說 我剛剛跟他結婚認識一下 我整個就傻眼 對 我就想說 你要再婚你好歹 就是之前可能會帶我出去吃個飯 幹嘛認識一下 都沒有 他那天就直接把男人帶回來說 我剛剛跟他結婚了認識一下 而且這個 這個男人就是帶我媽媽 將近兩輪 到了二十三歲 所以他就是一個老頭子 對我來說 那時候我國中生就是叛逆期 然後你又帶個老頭子回來 完全不認識 然後說是是你的老公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蠻討厭他的 對 然後再加上他年紀大了手又抖 有點Parkinson 然後耳朵又重聽 他在我家就是喜歡把電視開到最大聲 看央視 我就特別討厭他 對 但是後來就是 這個繼父其實他是旅居 他就是菲律賓華僑 後來他就是 等於說每兩三個月會來臺灣一次 就是看看我媽 然後住個一個禮拜 就離開這樣子 我當時就問我媽說 為什麼這 你要維持這樣的遠距婚姻 這樣有任何意義嗎 我媽說我追求者重 要是有一個有一個婚戒戴著 可以擋蒼蠅 所以他寧可要這樣的婚姻這樣子 但是後來我媽媽是越來越瘦 越來越瘦 瘦到他一百六十八公分 只剩下三十八公斤 那麼瘦 但是他又附水骨得很大 所以我媽媽一直就是 不希望繼父看到他的病容 所以就拒絕他探病 然後所以我繼父 最後一直看到我媽是就是 就是檢查出來之後 但是再見到我媽就是 直至骨灰了 因為我媽甚至連告別式都不准他來 因為不想讓他參加佳記 看到他的遺容這樣子 對 但是最後 最後我媽過世之後 她是在頭七那天就是 因為我媽要求一定要 他燒雄骨灰才能讓他看到 所以後來最後是頭七那天 就是繼父有回來台灣 就是來參加儀式這樣子 那在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我也有去就是菲律賓看他 然後當時我 我本來是很討厭他的 但是那一次我真的是 就是看著他握著他的手 就抱頭痛哭這樣子 就覺得說 他是唯一這個世界上 跟我媽媽有關係的人了 就是因為母系親戚都不見了 對 所以就很珍惜他這樣子 可是那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了 因為他畢竟年紀很大了 對 後來他也過世了 好 今天都是大家這個 非常親身經歷 很多很珍貴的分享 我希望我們還能夠 有機會的時候 就可以多多認識 我們身邊的家人 多多去了解他們 原來有很多 我們想像不到的那一面 然後多去溝通 多去理解 多去和解 包括自己的和解 那有一天真的必須 整理遺物的時候 我們整理的不只是物品 還要整理我們自己的心情 一起來記得這一份 永恆的愛的關係 拜拜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